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了说这个叫黑莉的女子在参加美国国会众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闭门会议的时候 说一段让大家让与会者听来目瞪口呆的话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要侵占世界上的领土 他说北京一门心思要称霸世界 他说台湾是一个零点 如果北京控制的台湾将有恃无恐的夺取全球各地的其他的国家的领土 这话说的穿越来的吗 从哪来的呀 中国会要其他国家的领土 当时台下70名共和党议员 黑莉说这话 大家都大家都就这么听着 哎呦 黑莉接着说 美国必须对中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美国必须首先和印度联合 美国必须和澳大利亚联合 美国必须和印度联合 美国必须和什么日本联合 和这个韩国联合 和加拿大联合 一起抵制 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您说这奥运会应该和政治不挂钩的 这个黑莉呢 你是驻联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这种常识不知道 国际常识不知道 所以他说这话咬牙切齿 请大家注意一种现象 就是有些人反中啊 反华呀 反到基本上是种病态 有种病态反华 我建议大家要把这种人呢 和一般呢 对中国有利益冲突 然后呢 发表一些对抗性的言论 区分开来 对抗性 他也是可以理性的来讨论问题的 这些人是病态的 这一旦接入病态的时候 我跟你说 这种人是不可理喻的 那病态怎么理喻呀 对不对 你比方说 在这个蓬佩奥的办公室 办公桌 挨着办公桌的 那个中国 中国人 他受到的美国 保守派势力 这种的敌视中国的势力的重视 我说起中国来的时候 他口吐白沫 他眼睛斜着 那种人我跟你说 他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我们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医院里面 才能见到这种人 这个黑利说了 说中国举办上级奥运会 就是那次奥运会 中国人在世界上展露头角 那他是表扬 实际上咱们奥运会 办的美轮美套 我们说到联合国 是这个世界 这个什么奥运会 奥组委的高度称赞 说中国奥运会 美轮美奂 无以伦比 这事儿黑利记者 黑利他说 那次让他们展露头角 那现在呢 他们还想在2022年 冬奥会展露他们自己 向全世界介绍他们自己 下一次奥运会 如果没有受到影响 是他们展现在自己 在冬奥会上 展现自己作为 超级大国的方式 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这歇死地理了 他说如果我们不抵制 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 来呼吁来抵制的话 台湾就是下一个 他对台湾 对中国上代解放的 这么几个小岛 他呢 很寄予感情 台湾是零点 台湾是下一个 如果他们拿下台湾 一切都完了 这什么话 一切都完了 over 是啊 台湾如果拿下的话 那确实完了 什么完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结束了 那么就完了 如果台湾真的 解放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占领台湾 那的确是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就算宣告结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要感谢黑力 黑力啊 你这意思说的不错 黑力 他那个解释 我估计在座的 那70个美国众议员 也不会相信他说的话 他说中国 中国呢 就是要任意 攫取其他国家的领土 而他不会满足于 在该地区 而是要去世界上 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他就吓唬那些人 说中国占了台湾之后呢 中国呢 就会占其他国 台湾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国土 好不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呀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话黑力 你大概没好好学历史吧 知道不知道 中美联合 中美建交公报里边 这讲的是基本原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台湾 是国家统一正义之战呢 这是 这是人类文明之举呀 对不对 我们当然愿意和平解放 但是有人就是要搞分裂 把台湾分裂出去 当然不排除武力解决问题 黑力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还生活脑子 生活在十八世纪 十七世纪 是个部落战争那时候 他这个脑子被洗过脑 带着这种冷战思维 种族主义的思维 对中国呢 极度不友好 他不光对中国不好 他对拜登也不好 他在会上 他们直接说拜登 拜登 拜登啊 现在已经打起精神来 跟中国 跟中国打拳 那老老咔嚓眼的 就是左拳右拳 一个劲的打 对不对 我觉得拜登啊 拜登对抗中国 已经表现得很卖力气了 但是黑力认为还不够 黑力说 美国总统拜登 和其他七国集团 就继续领导人 那六号 六月十三号 发表了呼吁 对中国太软弱了 公报极其软弱 黑力看起来 这个人呢 他要当共和党的候选人 他要上台 那肯定是个 比特朗普还疯得住 他就是拜登说的话 拜登够远 确实的 拜登把美国制造的 各种谣言 美国对中国的种种的指责 全部都融到那个公报里面去了 因为有其他国家们 G7 不是每个国家 跟你美国的口径都是一样的 做了一些修饰 在语气上略略和缓一点 黑力就不干了 黑力黑着脸 把拜登足足的 结结实实的叫去了一顿 这个黑力说 这个七国集团 你应该呢 应该明确写 台湾是个主权国家 美国那个政客 真叫一个眉谱 对吧 那中国和美国建交公报 还要不要呢 联合国文件 一联合国宪章 要不要修改呢 联合国公报 要不要修改呢 值得一提的是 会议期间 当被另外一个议员 问到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 他呢 不正式回答问题 依旧发疯 黑力多大年纪 咱不知道 这么大年纪了 这种情况下 他说的话 基本上不正式问题 那个议员问了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是很现实的问题 说我们美国呀 美国很多药品 美国很多医疗设备呀 美国很多廉价的商品 尤其是美国呢 中下层老百姓 他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都是来自中国的 如果你要这样对待中国 美国将如何自持 美国将如何应对的时候 黑力说 不要用恐吓来引导 不要对中国感到害怕 就应该强势的 追击他们 积极去追赶他们 大声喊叫 这话做原话 不要用恐惧来引导 不要对中国感到害怕 要强势追击他们 要积极的追击他们 这句子都非常强势啊 然后还说 中国无法切断我们 就像我们无法切断他们一样 本来说前面都特别强势 最后一句话 等于说一个皮球 开始都往里打气 打气打气打气 球打得差不多了 最后一句 泄气 因为最后一句话 他说的是 就像我们无法切断他们一样 那你还发很个什么劲 是吧 这个黑力也太逗了 台湾问题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都叫一个中国 中国和主权 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领土完整 从来没有分割 也不容分割 这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改变 对不对 黑力他当过几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他以为自己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 也不能说这种话呀 国家强大 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 毫无疑问是历史大事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上个世纪60年代 中国国力弱不弱 弱 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号叫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小时就会唱歌怒火燃烧 吼声震天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台湾有个秃头的林峰 我叫他林峰大哥 做了这个八千里路云和越反映 大陆的生活在台湾 热播 那时候两岸还雪浓于水 见面还哭 林峰跟我们一块吃饭 林峰说我们那时候也要打回大陆来 我们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反攻反攻 那唱唱着 鼻子酸了 为什么呀 血浓于水呀 两岸一家亲呢 现在台湾这种现状 那是那个时候 我说跟林峰他们一块吃饭 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 那就是因为台湾岛上 有人倒行逆施 要把台湾分裂出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 震歌带弹都不够了 而且要带弹飞行 绕着台湾 大飞机 一圈圈转 做好战斗准备 随时准备 一声令下 直取台湾 关于这件事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 差不多都是 那话我们都能背起来 对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 涉及到中方的核心利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和空间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 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两个 三个公报的原则规定 不要在台湾的问题上玩火 慎重处理 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发出错误的信号 我们说个这么说 但是黑力 这个人还是共和党 有可能2024年去竞选总统 可当上可当不上 但是由此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政客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疯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叫你狂 叫你狂 你疯 你且疯 你狂 且你狂 我们按部就班 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台湾不解放 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 在这一点上 只要任何爱国 有任何爱国情感的中国老百姓 都认识的非常清楚 我特别欣赏外交部前副部长 这个傅莹女士 她讲的一句话 有人问她说 你凭什么说 这个中国人民 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傅莹说 14亿中国人民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 做不成呢 这话说的 入情入礼 礼儿就是这么一个礼儿 关于台湾问题 现在基本上就是 美国和西方的某些政客 他们不断的捣乱 不断捣乱 台湾呢 有一些人 他们自己愿意呢 和美日狼狈为奸 然后把台湾分裂出去 一系列行动 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那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民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 做好一切准备 那现在就这么一个形式啊 对不对 美台互动 你越是互动 美台你越是互动 越是惹怒中国人民 解放军三大军种 力兵默马 发出战争警告 这两天有些细节 大家注意了没有 美国这个飞机6月6号 飞到台湾了吧 台海局势在中美博弈之下 那现在持续紧张 在这个时候 解放军的最新微博 注意看 准备打仗 火箭军 发备战的那画面相当有力 有一个八十强军号官微 你们关注了没有 我关注了解放军陆军 八十集团军的八十强军 八十强军号 你注意一下 这是八十集团军 6月9号 发布了印有准备打仗 四个字的图样 图中中国人民解放军 导弹发射 官兵的实弹演习 解放军陆军 第八十集团军 叫神剑旅 当天上午举行跨区演习 适施大会 军民们看得仔细 我不是军民 但是我也知道一点 东风 十一 东风 十五 东风 二十一 东风 二十六 东风 四十一 各种型号导弹 中国人民 这个中国火箭军 6月8号 在另外一个官位 在东风快递上面 也看出了备战的 这个演习的话 这个画面 配文的话 很短 很给力 配文讲的是什么 想挑事 想搞分裂 你给我听好了 现在我发现 我们这个文字 越来越平板了 这白话文发展的现阶段 我估计胡适先生 当点想不到的 视频当中还说 两岸本一家同胞共荣辱 血脉是中华 谁想搞分裂 给我听好了 担心利剑 是我 按照过去 我们那种的中规中矩的机关的文稿 那这种话一定要写成那种 非常非常严谨的那种 逻辑性的书面的语言 但现在大家发现个特点没有 就是这种口头语 恰恰表达真情实感 尤其是今天00号的那些孩子们 是吧 90号的孩子们 他们更习惯使用这种语言 大陆公台主力 大家知道吗 就王鸿光他们演练战区 中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最近也频繁演习 5月11号 央视军事新闻里面报道说 东部战区72集团军 这个多兵种演练 演练什么呀 演练呢 渡海登陆啊 渡海登陆 渡哪个海呀 你还不知道啊 登哪个路啊 那当然有人心惊肉跳 登的就是他们那个路啊 对不对 6月3号的解放军 东部战区71集团军 有个旅 叫林坟旅 山东林坟 林坟旅 开展炮弹啊 发射演练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官微显示说 72集团军组织这个部队 会在东部沿海开展 开展呢 叫在航渡演练 在航渡演练 探索复杂的情况之下的啊 紧急装载呢 远程呢 航渡啊 底路啊 抵达登陆等等等等 具体的战法 6月9号的时候还有一则新闻 我那天呢 我想本来想说了一下 后来我想等着这个关于台海问题的事 攒得差不多的一块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知道6月9号的时候啊 咱们的主力呢 轰6K发射巡航导弹的画面 你从相关画面上看 这个导弹呢 是什么呀 是长江二十啊 远程精确打击 这个长江二十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台湾的所谓军事评论员 台湾的政治员在那儿 他们就大叫 喂喂喂 大陆来真的来 大陆长江二十导弹 这个导弹是多少公里啊 它那护盖换围有多大啊 大陆这次大陆这次就几眼呢 大陆是 大陆非常愤怒 因为这个美台勾结 美台勾结等于说 就给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做爱国主义教育战前动员 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演习动员 好啊 同生敌开 解放军这一系列的举动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是备战打仗啊 一切为了打赢啊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近期台海局势 你越是这么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练兵的越是练好练精兵 打得赢 上得去打得赢 中美关系紧张这件事 就是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两岸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是中美关系问题 中美关系问题 最近的解放军的动作频频 解放军的这个演练 杀声震天 那你不能只看解放军这边 你要看美国那边你们干嘛了 美国军机你现身台湾 对不对 没完没了吧 中国智库海南战略态势感知最新消息 6月10号美国呢 有无人侦察机和美军的电子侦察机 连续你东南洋海你都到哪了 到东海边 距离越来越底近 你试探中国的底线 对吧 6月3号美军有一架呢 电子侦察机冲绳直接飞入东海 对吧 直接飞入东海 在中国东海海岸线外边 外围及台海的北口 没完没了在那折腾 折腾一圈又进来 折腾一圈又进来 对不对 还有6月6号最让人生气的就是 美国三名联邦议员搭乘的 美国的C3运输机 从韩国 韩国 直接呢 就飞到台湾 一件一件又一件 哈哈 没有别的净破烂 英国路透社说 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 在台湾降落这件事情啊 大陆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呢 这种事情是极为罕见的 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 台湾降落 对吧 还有6月9号 华尔街日报还有一则消息 有个知情人透露 那说在戴琪啊 就那个戴琪 有人传说她是这个戴笠的孙女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 戴琪 美国贸易代表计划最快 那这两天要和台湾高层官员对话 可能美台要恢复经贸谈判 所有的事都是枪废管子 所有的事都是道经逆施啊 所有的事都是夹剧台海紧张局势 那既然来而不往非离也 既然你这么做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人解放军的这种举动 就警告的意味十足 中国外交部还有军方多次强调说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是美中关系重中之重 是最敏感的问题 美国行为向台独传递错误信号 蓄意干扰 地区稳定 危害和平 中方坚决反对 同时说中方捍卫主权 中方捍卫领土完整 决心坚定不移 中方呢 敦促美国方面 为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虽然重复的是一样的话 但是大家知道 在这个国际政治斗争当中 重复是必须的 像这些原则 我们要永远重复下去 赵立坚讲过一句话 你把谣言重复一千遍 我们就把那个真相的重复一万遍 那怎么办 那就必须如此 当有一天 这个话重复不重复 已经变得不重要的时候 那就雷霆万钧之力 地动山摇之势 我作为中国老百姓 我们中国人民号称之德 对不对 最好别死人 但是你找死有什么办法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说你不是中国人 那咱是不是这事 就在另说着了 关系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